我们同俄罗斯深化木林友好合作 全面战略协作更加成熟坚韧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北京实现东奥之约 在塞巴尔汉举行重要会晤 为中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拓前行提供战略引领 一年来 中俄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 政治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 两国贸易额加速迈向2000亿美元大关 重大投资项目稳步实施 本币结算规模持续扩大 黑河公路桥 铜江铁路桥 建成通车 跨境互联互通取得标志性进展 互利合作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面对个别国家重拾冷战思维 制造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伪命体 中俄同各国一道 坚定不宜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坚定不宜反对霸权抵制新冷战 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的中俄关系坚如磐石 不受干扰挑拨 无惧风云变换